就是娛樂大愷 今天教大家 竟不畫生絲瓜 不是生菜粿喔 老闆跟大家介紹 廖老闆 你比較笑一點啦 廖老闆 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麼樣挑選一個好的絲瓜 就是要種 要種 絲瓜一定要種 廖老闆 等一下 妳先不要講 我大概猜得出來 妳該不會說保存 也是用報紙包起來吧 盡量用白報紙 不要用黑的報紙 油末的報紙 今天講不一樣的 廖老闆說要用白報紙 不然黑色會有油末 對... 但是因為消費者很好奇 絲瓜外觀看起來都稍微 都差不多 怎麼樣挑選絲瓜 種 要種 因為我知道瓜類都是要種 對不對 然後地怎麼樣 地頭像這要新鮮 地頭要完整 翠綠 然後才會新鮮 然後這裡要新鮮 這個 要有帶點它那個 這個要存在對不對 這個地頭上面的 還有它的花 花包已經 對 還有在 對 哈花包完整就對了 這樣算是完整的絲瓜對不對 對 這算是 翠綠 但是除了外觀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 可以挑選它的原則呢 就是看起來要... 嫩度要夠嘛 對 對啊 然後不要說太滑了 不要太滑 對 它的感覺上長還粗粗的 其實才是真的嫩的 就是這樣子 對... 粗粗粗粗粗 對 沒有錯 不要說真的太嫩就不行了 對... 而且我這樣子摸起來其實 厲害喔 它其實摸起來是有點 濕潤的感覺對不對 對... 那老闆這種短的絲瓜 跟這種長的絲瓜 有什麼不一樣 澎湖絲瓜它比較脆 澎湖絲瓜有名的 對 好吃的對不對 對... 請問一下絲瓜要怎麼放 怎麼樣保存它 用白報紙包起來嘛 一樣的道理啊 白報紙包起來 然後先包起來 記住再放進塑膠袋裡面 對 再放到冰箱 對 它才不會容易爛掉 可是像我們假如說 一般消費者像我們家 就是兩個人小家庭 怎麼樣就是一次吃不完 那斷面怎麼辦 可以切一半沒關係 可以切一半然後再包 對... 但是前面這個要先吃 尾巴先留著 因為前面的它還會再漲 有水分它會再乾掉 了解 所以... 對... 因為後面... 漲姿勢的老闆今天跟我們分享 一個非常實用的事情 就是記得這一端先吃 有花苞的這一端後吃 對 今天講這個很厲害耶 講得很好耶